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漂流在海洋中的塑胶带垃圾等 会被海龟误认为水母 如果不小心吃下肚子 将堵塞在肠胃中难以消化 而造成无法摄取其他的养分甚至饿死 在不久以前大潭电厂的员工 救援了类似情况的母绿席龟卡卡 在经过海洋大学细心的照料后 恢复健康,冲返大海 它也是近年来台湾沿海所抢救到体型最大的绿席龟 卡卡平安龟专题报道 让我们来看看这68天来的缘分 卡卡的回归大海的庆祝节目 在68天之前大潭电厂发现了 这次巨大的海龟在这个海边 严严一席 那我们同仁也都是只会发电 对这个海龟也实在是没有什么 不容易的经验 因此我们找到了海洋大学 陈教授 他是国内的地域龟的专家 所以我们把他送到他那里以后 他就稀稀地照顾 所以我们的同仁 这次的表现让我引以为豪 他们是真正代表着台湾电力公司 就是我们企业的精神 我看过那进这一口 那超小的 他怎么飘进来 真是幸运 为什么我这么讲 他如果飘过大潭电厂的话 他就会一路就飘往南飘 然后就会冻死 就刚刚好 那潭舱长看到马上全部停机 就赶快把他救起来 所以就是这一念之间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那因为电厂的骑水口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备 那一会发电这个利息灰 刚好是由我们这个热机组的同仁 去那边巡视 第一时间发现的 我们同仁他们发现的 卡卡是在那边 靠近六号机的进水池那边 是这个位置这样子 白色的这个区块 就是我们的棒式 那这个海水是坚由地下 抽到我们的这个机组去 因为这个是一个进水池 海水比较平稳 那它可能有点疲惫 那刚好它有这个缘分 来扭过 就飘到这个进水池里面 刚开始看到是觉得说 因为看起来它 看不太出来是一只海龟 因为它的背很脏 可是后来看了一下以后 它那个头又抬起来 对头又抬起来 可是它感觉就是 它好像可能有生病了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是说 刚好有潜水人员在旁边 那我们就用那个太空包 先把它保护住 保护住 也是把它放在水底 保护住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潜水座位 就是在那个 基隆海洋大水来 以前的潜水座位 所以我们先把它做好 四条绳子同时这样拉 拉到最上面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拉不出来 因为我们 不知道它到底多重 只是感觉不算 没有过力量把它抬出来 后面有树 拉七八个 我们都把哪里绳子 然后拉不上 我们都拉到这里 它都不能拉不上来 怕它受伤啦 硬拉是拉得上来啦 牆壁都被撞来撞去啦 我们怕说这有不行了 但是情况不是很好 因为那时候它的 就是不太动啊 其实在水平上有很多 非常有盖子 有些防备啊 但是在水平上 有很多漂流的时间啊 最后可能就是因为它乱吃东西 吃了很多瘦胶袋 垃圾袋 吃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 然后长大的阻塞之后呢 它就没有食欲 没有食欲在后 然后天气的气温中向 然后它就开始食欲 室温和上去 然后再 就进入昏迷 因为海大它那个排泄出来的 它表示它吃在里面已经很久了 它把它排出来了 那表示说 当初它这个潮流这样再吃 它可能没有吃到什么食物 所以吃到这些垃圾 对 因为我看到它那个垃圾 有像这种 很多这种垃圾的东西 对 塑胶的 对 对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要环保 尽量不要用塑胶类 因为塑胶在海底 在沉积 在10年它也不会腐烂掉 所以看到都是这种垃圾 我们身上的 就左后的 旗上的泰河金标 那就透露它身世 这后面呢 它标非常清晰 它有地址 有标号 就发觉说 这次海龟是1994年6月18号呢 小英年情报 南部的这个摩岛烈雨中的 无人居住的平岛上 它是参染时呢 他们是夜巡的时候 看到它上标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认为说 那个台湾 桃圆外海 很可能是它主要密室区 它两地相距大概 2130公里 那所以呢 我们台电公司呢 其实在这边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 就是它是拯救了 台湾低头 冷淫穴 而漂流的产生 威尔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